夫妻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许多人可能了解陈红与陈凯歌结婚前 陈凯歌已经和倪平同居五年 两人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却因为陈红怀孕 陈凯歌不得不和倪平分手 陈凯歌算是娱乐圈才华横溢的大导演之一了 他又如愿娶到了大陆第一美女陈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陈凯歌还有一位前妻洪晃 洪晃拥有良好的家庭背景 自己也非常有才华 洪晃看起来可能情貌无羊 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是京城四大名媛之一 他家庭非常好 洪晃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名媛的张海之 父亲是北大教授 经济学家洪举燕 而当初陈凯歌看上洪晃 也多半是因为他殷许的家庭 当工程名就之后就开始嫌弃洪晃 毕竟洪晃确实算不上标准的美女 陈凯歌转而迎娶了年轻貌卖的陈红 如今洪晃在圈内依旧拥有几高的影响力 就连之前当问题举办晚宴时 后方也是少数几位被邀请到产的BB 虽然相貌平平